抗坏血酸棕驴酸酯和抗坏血酸之间的区别在于 抗坏血酸棕驴酸酯是由抗坏血酸和棕驴酸形成的酯 可产生质溶性形式的维生素C 除了用作维生素C的来源外 它还用作维生素C的来源 一种抗氧化食品添加剂 1号E304 作为由抗坏血酸和棕驴酸形成的酯 抗坏血酸棕驴酸酯被用作食品添加剂 维生素C来源和抗氧化剂 它在欧盟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和纽西兰被批准用作食品添加剂 并以维生素C的形式销售 抗坏血酸棕驴酸酯是由抗坏血酸和棕驴酸形成的酯 可产生质溶性维生素C 除了用作维生素C来源外 它还用作抗氧化食品添加剂 1号E304 抗坏血酸棕驴酸酯在欧盟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和纽西兰被批准用作食品添加剂 也作为维生素C酯进行销售 抗坏血酸棕驴酸酯与其他形式的维生素C 例如抗坏血酸或抗坏血酸钠不同 因为它是质溶性形式的维生素C 抗坏血酸和抗坏血酸钠是水溶性形式的维生素C 而抗坏血酸棕驴酸酯是维生素C的质溶性形式 由抗坏血酸和棕驴酸形成的质 可产生质溶性维生素C